好 刚才还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对吧 这个准备好以后呢 我们下面就开始呢 来 开始来学习呢 这个 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项目 今天我们讲到的漏洞呢 是文件上传漏洞 它的位置在哪呢 首先在我们的攻击机 sorry 我们的把机上面 这是我们的 OWPSPBWA这个项目是吧 这个把机上呢 有一个DVWA 这样一个项目 OK 我们找到这个项目 这里面是关于web的一些漏洞的一些 安全的一些东西 找到里面以后呢 它的用户名叫Alimi 密码呢 也叫Alimi OK 这是这个项目 DVWA 好 这个欢迎到DVWA 在你的左侧 大家看到 就是这个把机上面 现在呢 它也是一个网站嘛 对吧 大家看到一看 这是一个什么网站 PAP网站吧 对不对 它采用的是Apaq 加上PAP这样一个架构 Apaq加PAP这个架构 来搭建的 OK 然后 这里呢 有很多的一些漏洞 就是已经摆到明面上漏洞 听明白了吗 其实这漏洞在我们真正的网站上 会直接摆在明面上面吗 不会吧 需要我们去做什么 做漏洞 漏洞扫描 听明白了吗 我们要通过一些软件 去对我们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我们要找到漏洞 我们人是肯定找不到 很难找到的 我们是需要借助于脚本 自动化的脚本 去做这种自动化的漏洞 所以说 掌握漏洞工具呢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因为你没有这种工具 你不知道 你的业务当中 哪个地方有漏洞 对不对 好 那 比如我们会讲到 CSRF 我们会讲到 这个文件的包含 SQL注入 盲注 文件上传 XSS的这种攻击 反射型和XSS的存储型攻击 这样的一些攻击 这是最常见的一些攻击手段 明白 最最常见的攻击手段 那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呢 讲到的是文件上传 是哪个呢 是这个 对不对 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文件上传漏洞 那现在这个页面上 就模拟了一个 允许你上传图像的一个 这样一个方式 大家知道 我们很多的这个论坛 很多的这样一些程序 当特别是你在注册 一个账号的时候 是不是允许你上传图像 或者头像之类的东西 就是说网站让上传文件 大家想象一下 你们除了上传图片以外 是吧 有时候还允许上传一些别的东西 什么附件是吧 像文本文档啊 像PDF是吧 这些是不是有很多 在很多网站上 有这样一个上传窗口 上传的一个提交的这样一个位置 允许你上传 大家想象一下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们应该 他告诉我们上传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上传 特定类型的文件 他说上传图片 那咱应该上传的后缀 应该就是 TPG啊 或者PNG的图片吧 是这样的吧 各位 那他上传 上传TST呢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上传TST 他上传PDF呢 我们上传PDF 大家觉得 一般情况下 他一般情况下 他会主动的要求我们上传 什么PHP的程序吗 这个网站是PHP的 那如果那个网站是JSP的 那他会主动要求你说 上传那个JSP的东西吗 那如果网站是Python的 他会主动要求你上传Python的 这种程序吗 不会 因为这个程序 大家知道 是可能会控制计算机的 对不对 控制他的web应用的 那也就是说 本身正常的情况下 就是他这边告诉你 选择一个什么图像 然后上传吧 这正常的你看 浏览 然后找一个图像 是不是上传 但是呢 你极有可能 不上传图像 而他又没有对你上传图像的 无论是后缀 还是什么 类型 做出这种严格的检测 那么你上传了一个 木马 一个PHP的程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很可能能够控制他的计算机 没有吗 而我们将这种行为叫做 这种漏洞叫做文件什么 上传漏洞 文件上传这个事情 本身不是漏洞 因为文件上传来讲的话是允许的吧 我们很多的网站 是不是允许上传附件 上传那个头像 图片之类的东西 但如果说 他没有对我们上传文件的这种 类型 或者是后缀 做出限制 做出判断 而导致我们上传了一些 一些这个像PAP 或者像那个JFP 这种呢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 或者叫木马 或者叫WebShell 这Web的一种需要程序 就是通过网页的方式去管理 系统的一些需要程序 这个呢 就是他网站的一个文件上传漏洞 听见了吗 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文件上传 允许你文件上传 这不是错 这不叫漏洞 好吧 你不要说 哎呦 这个地方有上传 那就漏洞 那不是 是 你可能上传了一个 具有危害的这样一个程序 这在漏洞 而他又没有做出检测 听见了吗 就像什么 你看啊 现在 他说上传一个图像是吧 你看 我偏偏 上传一个别的 我偏偏上传一个别的 比如说 这里面呢 我 我先偏偏上传一个别的东西 没有吗 这边是不是一个PAP啊 或者一个 PST是不是 好 打开 然后一上传 他又阻止我吗 看我现在没有阻止我吧 他还给我提示一句话 说 什么什么文件上传是成功的 听见了吗 而且我还可以把这个 这个文件呢 然后链接呢 复制上去 把这个警号删一下啊 然后摘上去呢 然后去看 看到吗 这就说明 不应该啊 是不是 这就叫做上传的漏洞 如果换人来讲的话呢 他有恶意攻击的行为 他上传的可能就是一个程序 比如说 PAP程序 因为对方网站是PAP来搞的吧 是不是 是这样一个程序 然后呢 这个上传程序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控制 而我们上传的这个程序呢 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写法 一句话木马 就一句话木马 明白 我们上传的是一个木马程序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中国菜刀 或者是C刀 这样的一些工具 去远程的连接 从而达到对它的网站进行什么 控制的这样一个目的 能听懂这意思吗 就是本身文件上传是正常的 上传图像啊 上传复件啊 上传图片 这个上传视频 甚至都是正常的 对不对 一般是这些 一般我们放到上传的东西 一般放到服务器上 甚至会放到我们后端的LUS 或者是DFS存储上面去 然后最后给我们使用 但是呢 可能像黑客 它的目的很明确 它就是为了在你的网站上面 透过这个文件上传 来上传一些像PHP ISP或者是JSP 或者是Python的这样一些 Web的一些 这样一些这个文件 直接拿到你的这个什么 我们叫WebShell 有什么叫WebShell呢 其实我们课程在不断讲解 你会慢慢的了解到 我们现在对系统进行管理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用到的是不是这个Shell程序 这是不是 这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的Shell程序 那这个是对系统 我们用到的是Bash吧 各位 我们用到的是不是这个Shell是 是Bash 就是我们的这个Bash程序 我们的管理系统 而WebShell呢就是在 通过网页的方式 来对你的这个系统进行管理 比如说通过网页 通过在浏览器里面 在URL里面去敲一条命令 看你的密码 看你的EDC Password的文件 这主要是叫什么 叫WebShell 听见了吗 好 那所以它上传的可能是这种东西 那么一旦 如果一旦上传了WebShell 而且呢它能够执行的话呢 那么对你来讲的话 就是灾难 对不对 它可以把你整个网站给你 它拿到这个WebShell以后呢 就Web的这种控制权以后 是吧 就能够通过Web的方式 来对你的服务去进行 命令的执行 创建文件 删除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把你的网站的数据 给你干掉 替换掉 比如说首页换掉 听见吗 甚至是呢 可能拿到你数据库的权限 把你数据库的这个信息给你干掉 如果再配合我们的Sickle注入的话呢 可能能够攻击的这种行为 更为广泛 当然这些个攻击的手段 往往不是不是一个的 它可能是连环的 对不对 它可能是很多种攻击 整个结合在一起 然后来实行这种攻击 听见了吗 各位 好 这是关于我们这种文件上传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来看一下 就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文件上传 到底是怎么一个机制 以及呢 我们这个把机呢 有一点做的非常棒 就是看到下面 看到这儿 用户密码这个不用说了 就是什么 看这里有个安全级别 它能够模拟 哎 有人会问我说老师 这个文件安全上文件上传那个漏洞啊 这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的是吧 就是它利用的是开发者没有对什么 上传文件的这种类型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做出严格的控制 而导致用户上传的这种 PAP这种程序是吧 从而拿到你的web shell的这样一个控制权 那问题在谁 如果说大家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是我们去防御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防御这个东西 现在还没有开始讲之前 你说是RD的问题 还是我们OP的问题 好了 更多的是RD吧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RD 让RD去处理 让RD去代码层面上进行这个 这种什么 这种加固 限制是吧 那如果RD实在搞不了了 那我们自己 我们也可以控制吧 我们可以在前端去放防火墙 我说的防火墙不是IPTBoss 那玩意点用都没有 在互联网上 我告诉大家 很多服务器防火墙 系统防火墙 根本就没有开过 知道吗 那压根没什么用 知道了吗 或者开了也开的非常简单那种的 只要一开起个端口就可以了 因为它实际没什么用 那你开了80端口 你敢保证 80端口进来的一定是好人吗 不敢保证吧 所以说传统的系统防火墙 燃命卵 只能通过我们的VIPTB防火墙 或者说入侵检测系统去防御 所以如果说是开发者的 那它肯定是从代码层面上入手吧 那如果说是我们的OP 那我们是从什么 我们是从像WAF这样的防火墙层面上去做拦截做限制 是不是 放到前面 一旦解释到这样的行为就拦截掉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做不了代码 当然我觉得归根速远的话呢 肯定还应该是RD的问题 是不是 那所以呢 这里我们首先 这个把机非常的牛叉 就是什么 所有安全 它都给我们提供了 看这里 看我点一下这个 DBWA的什么 Security 看到吗 它给我们提供了 中级 低级 中级 还有什么 高级 它模拟了一个 傻傻的开发者RD 就是那个低级的 就是完全就是相当于刚刚大学毕业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开发经验的 上了就开发的 这种的话 它是没有安全意识的 对不对 它可能最多就是考虑了 我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 对不对 它根本就没考虑什么安全 听见了吗 这是最傻的那种的 然后这个呢 可能是那种什么 稍微呢 有那么一两年开发经验 然后有一些安全的这种什么 这种这种安全经验的这样一些人 它可能能见过这种 该知道怎么去做一些安全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最最牛逼的 这个就是可能啥事都见过了 就是有过七八年或者更多的纪念 各种的见过 它也知道该怎么去做这种终极防御 它做了防御以后了 你肯定就没办法了 知道吗 所以各位啊 这个靶机好的一点就是呢 它能够模拟三种各种攻击 注意这个security不是针对上面的某一个攻击 而是针对什么 所以估计 所以相对于所有上面的这些攻击的这些漏洞啊 都有三套不同的安全级别的东西 知道吗 就是你能够模拟 好 首先我们肯定选择最low的那个 最low的那个东西 LOW low低的那个级别 然后现在你点到文件上传 这就是什么 这个页面就是最low的那个人写的 知道吗 就是最次那个人写的 那他写的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呢 刚刚我们试过了 直接上传那个上传那个什么 TST 那么上传PIP 是不是也是很easy的 很轻松的 好 那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是RD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对一些RD所开发的代码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识别能力 就能够看得稍微看得懂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各位 我问大家 如果点右键看原代码 点右键看原代码 这个东西是吧 能看到RD写的东西吗 能 能看到吗 上面有关于文件上传的东西吗 有吗 好 说明你们就没有常识 RD 首先我们知道 开发一个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是不是讲过 去开发一个 我来找一下我的经典图片 我用的经典图片 这是我在实践的时候 给他们 因为小白的生存手册 第一张出入之场就讲到了 刘老师是不是讲到了这个东西 运维小白的生存手册吧 看运维 在哪儿 我怎么找 找不着 或者说在 在我给你们的那个叫什么 给我FTP上就有啊 看运维小白的生存手册 第一张 出入之场啊 这个只不够我把那个画成了一个图片 看这里 这里是不是就讲到第一张 这刘老师写的 刘老师写的 我刘老师能写小说 他这个写了十几张 这个 这其中的一张 出入职场 然后还整个 看就是小说的这种成分吧 看 他说 这个小白 刚毕业 进到一个互联网公司 面试过程当中 得知自己的team leader 居然是自己上届师兄 然后小白兴奋不已 然后由于是同一个学校 顺利成章 成了小白的私人启蒙 运维启蒙老师 这部小白是在周末 喝茶的时候 跑去骚扰师兄 了解公司的人员 组织架构 好快速的 让自己攻进 工作状态 小白说 师兄啊 作为一个运营人员 我们平常要和什么人打交道呢 师兄说 和这些人打交道 小白一两呆蒙的样子 反问师兄 不知道这些 所以字幕怎么写 是什么意思啊 师兄就解释 解释 看了吗 所以我觉得刘老师 刘老师 具备一些小说的这种 可能是小说看多了吧 我觉得是 就是他写的 然后那个 所以你们也比较喜欢他讲课 这小子虽然说 没有当过老师 但是呢 技术很 技术是 是 是真的非常强 然后经验非常丰富 加上 小说写的好 小说写的好 就人长得稍微刺一点 人 人跟我 我比的话 还是确实差一点 这 这 我写 啊 这 干嘛好谦虚啊 过分谦虚就是骄傲 你知道吗 我说哪儿呢 我说的是 你们这帮家伙 我刚才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说 点右键 能看到 能看到PAP代码吗 能吗 能吗 能看到写的 这里面有PAP 半个鬼字吗 你看 真是搞笑 你们这是 有PAP 在这里面 这是让你访问 那个PAP页面下 这里面的这个标签也跟PAP 半毛钱关系都不摘啊 你看 这上面的标签是不是全是 IDML的标签 是 常识啊 各位 你看 我俩没有 当 没有常识 那你还好意思说 然后 当当你们进入公司以后 首先你们的老大呢 是项目经理 没有咋了 没有咋了 是PM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呢 然后 我简单说说说说说 说一下 然后后面我给大家再详细灌输这些内容 然后紧接着呢 他只是对市场经济调研 开发出一个项目的原型 比如游戏 要实现哪些功能 对吧 然后由UI呢 把这个界面给它什么 把UI把各种界面给它设计出来 但是只是个界面嘛 对不对 就你们看到的 比如页游 那个整个页面的那个 显示那个样子 但是先由UI 通过PS这种软件 设计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再由前端 H5嘛 你们说的是吧 前端通过H5啊 通过CSS啊 这是央视表 还有什么 JS啊 去把他们 做出这种 把那个UI的这个图片 变成这种网页 就是能够用户看的网页 知道吗 然后紧接着呢 注意 如果想要去执行一些后台的 后台后段的功能 比如说要去运算 要去呢 查询数据库 这个时候呢 就用到我们的RD 看到吗 RD开发人员 它叫后台开发人员 后段开发人员 这叫前端啊 明白 然后Java PAP 还有了Python 这个是后段开发人员 我们叫OP嘛 再问一个问题 当我们去访问一个 当我们现在浏览器 去访问一个 HTML的这样一个对象的时候 请求交给的是谁 我们的请求交给的是谁 可能是NGX是吧 听完了 我们去访问一个ITML 这样一个静态的资源的时候 静态的听见了吗 我们是不是交给的NGX 就是网站服务器嘛 也可能是Rava集 NGX还用得着去处理 用得着去请求那个PAP吗 PAP IPM用得着吗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资源静态的 对不对 那如果现在听好了 那那个我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 然后我们的那个NGX 是不是把这个文件 从磁盘上读出来 就给用户了 用户浏览览器是不是就能够 按照这个ITML里面的东西 无论是ITML还是CS还是JS 浏览器自动就能完成渲染 知道吗 它就能根据你刚才看到的这个什么 这样一些语言代码 组织成这种网页 知道吗 浏览器人干这事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现在请求的是一个什么 PAP 各位文件上传 就肯定要执行PAP程序了 那当你把请求 请求到哪去 NGX时候 NGX能够直接处理你的这种PAP吗 冷吗 不冷 它怎么做 它如果把这个PAP给了你 浏览器只会只会说 啥玩意儿我不懂啊 我渲染不了 知道吗 它会是不是请求什么 后端的那个PHP FPM这个PHP中间键 然后由它去把程序是不是给执行 可能甚至要查询数据库 完了以后再把它转换成这种静态的页面 听见了吗 把这个执行的结果 是不是转换成ITML页面 然后再由什么 由NGX给谁 给客户端 对不对 所以客户端是不可能看到什么 PHP的程序的 听懂了吗 好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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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